今天一位客人載機台來 要退機 因為他把我買沒有保護 回去用第二天就派去了 他沒有跟同事接載元首 元首放三個禮拜 元首跟同事說 你這個收你要萬幾塊 到要考慮之後呢 他有說賣賣新的 把新的買回去 把整個拿來要退完 說這台元首說 派去了 說裡面的東西收你萬幾塊 我打去 測試 現場 打瓶 為什麼打瓶呢 打瓶 運轉 進行 應該都會結賓 結算 然後我問入主說 請問 哪位派去了 哪位不結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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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一台用不結賓 哪位 加倍 入主 瞬間 不知道要說什麼 他說 你回去用第一天 沒有問題 第二天有問題 就有可能是 你們家的電郵跟電郵 可能就是不結賓 你怕你如果帶電郵 電郵 就不結賓 那速記就打不起來 那你看你如果我這裡插下去 一下就可以了 插不放暗 都沒問題 還翻到可以手 你說這樣有問題嗎 哪有我拿 我幫你插 說你拿三明電廟 插電 人家多少 我這邊插下去 擺那邊變一百十億 所以我還回去試換拍 今天一點很瀟 今天機械都沒問題 你插手在那裡 跟人家插說 我不會插手 有改革機 那小姐又落後插 插我說 這台我收你很多次 有問題 你各位插手 自己收你 說這樣天花亂墜 我跟你說 這小姐絕對面穿完 他絕對面穿完 他絕對面穿完 他會做法 我十八十億去幫你改革 我一台賺多少而已 真的有問題 我跟你說 很短調 不去修理 醫生 就是今天錄到很涵的 班長 黑白烏烏烏 感謝